這些深化的關係上面 當然觸動北京的敏感神經 可是會不會因此就直接說 你選邊站 用北京的話術來講 這個叫做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那這樣的論述的方式 尤其是後半段 在台灣會很多很多的人 會有很多不同的解讀和不同的意見 這個重要的政治命題要處理 其實非常非常的困難 也非常非常的尖銳 大家要互相去理解 就台灣的非常廣大的民意上面 就是最近烏克蘭的事情 情勢越來越嚴峻 那麼黑海現在也重兵集結 東海、南海 那當然台海其實是東海跟南海之間 非常重要的一個渠道 那麼接下來已經 南海的情勢已經不只是美中兩國而已了 那麼法國、德國、英國 基本上都在發展印太戰略 都在認為說印太、亞太是 歐盟的國家的核心利益 所以這個時候 中方的軍機在 西南防空識別區進進出出 有一個部分當然是針對台灣 但是另外很大的一個部分 也是針對美國及其他的盟國 在南海的相關的這個行動 那麼包括 所謂的高科技的出口管制 本來就有些限制 當然美國的高科技出口管制 其實台灣也有高科技出口管制的限制 是越來越嚴格沒有錯 但是本來的限制的那個基底就是說 有一些東西如果是軍民兩用 什麼意思呢 有些東西可以生產供給給民間 但是它可以很容易的去轉為軍事用途的話 這個就會被列在瓦森納公約的 軍民兩用清單裡面 只要落入這個地方 就會落入美國的出口管制的範疇裡面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 拜登手上拿了一大根晶片 我覺得他可能是第一次看到 原來這個半導體晶片是長這個樣子的 那過去 各位曉得在幾年前 其實也沒有多久 大概在五六年前 你如果在華府 或在紐約當然不一樣 你如果譬如說在華府這樣的一個 政策政治的中心 跟人家談說半導體 很少人聽得懂那是什麼東西 那個半導體的那個晶片 英文叫做chip Semiconductor chip 你跟人家講chip 他一定以為是那個 臨時 洋芋片的那個chip 所以 但是到現在 我現在不是在講矽谷或紐約 我想華府這些搞政策政治的人 你現在無人不知 無人不曉 你如果跟他講 歡迎收看全球政經周報 我們這次非常榮幸邀請到兩岸政策協會的理事長 譚耀南理事長來上我們的節目 理事長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那我們現在其實最關心的就是 就是拜登政府在上任之後 就是在對台對中政策上 都有非常大幅度的調整 完全跟川普是不一樣的 然後我們可以看得到最近就是 4月14號的時候 在白天 然後就是拜登的好友 就是前參議員好得就來訪台了 是 到晚上的時候 那另外一組人嘛 就是所謂的氣候大使 然後凱瑞 他去飛上海 克里表示 應對氣候變化 這一全球性挑戰 美中合作至關重要 中方為應對氣候變化 去進行訪路的這個行程 所以我們在看 這樣子就是 不管是時間點 派的對象 似乎都有一些 特殊的意涵在 對 沒有錯 就是說 現在的這個 整個的美中關係的 對峙格局已經形成 但是拜登之前提到說 全面的競爭關係 但是有部分 跟中國大陸是 處於一個對抗關係 但是少部分可以合作 合作的裡面 其中一項就點名的談到說 氣候變遷這個議題 那麼在同時他就指派了這個 John Kerry當氣候變遷大使 但是到現在為止 已經將近百遇 那麼快三個月了 這個是第一次 那麼這個氣候變遷大使 那麼 John Kerry 那麼他到上海 不是到北京 到上海去訪問 那談什麼議題呢 當然是談著 氣候變遷 以及之後的峰會 那麼兩國就這個議題上面 是不是可以合作 那麼要去談著一些 第一次的面對面 那麼在此同時非常有趣的 我坦白講這個是 美國的外交政策 非常精緻的操作 那麼在同一個時間 拜登總統最好的朋友 他自己說的 他說他是我的 Single Best Friend 的前參議員 那麼他呢 帶著兩位 民主共和兩黨 分別在之前的政府 擔任副國務卿的 這個阿彌塔吉 和史坦伯格 那麼同日的抵達台灣 那麼跟這個 那個台灣的蔡英文總統 以及各界來會面 所以這個局勢其實是一個 非常精細的 兩邊的平衡的 不同的議題的操作 那當然對台灣的代表團 他是極高階 極高級別 但是沒有官方的職務 所以完全沒有違反了 美國現行的一中政策 因為美國現在華府的政治氣氛和氛圍 兩黨有高度的共識 對中國的高度的競爭對抗關係 所以 大家都在檢視說 Carrie會不會做出重大的讓步 所以Carrie在行前也說明他說 我不會因為我要去跟 中方談氣候變遷 而在 人權或其他的議題上面 有所退讓 有所交換 這個是在行前公開說的 那同時 一團的 非官方 但是極高級別的 代表團到台灣訪問 那這個呢 除了強化跟台灣的關係以外 某一種程度的確保 重申 或者是 強化這樣的一個 兩邊之間的這個互動的基礎 是非常非常重要 也非常明顯 做一個 非常巧妙的一個平衡的動作 這個委員會幫你 增加你的階段 空間 和支持你的投資 在自己的防守 這個委員會 也會找到更加深入 的我們的已經 積極的聯繫 我正在昨天 昨天 這個地方 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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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揮 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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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 政府 可以 跟他們 共產黨 台灣的共產黨 和 進行 其實現在 就是說 美台的關係 台灣跟美國的關係 是在一個過去史上 沒有的一個水位上面 這個基本上 雖然 剛才主持人說 跟川普的時代 跟拜登時代 有一些不同 但是那個延續性 其實還是很高的 美國的國務院之前 川普時代的這個最後的11天 在1月9號的時候 取消了所謂的美台交往的限制 那這個是國務院在過去一直在制定的 越來越嚴格的 而且是自我設限的 那麼這個時候 當時的國務卿龐佩奧在1月9號的時候 取消這個限制的時候 大家就在看說 那拜登上來以後 他的新的國務卿布林肯 他怎麼處理這個問題 那他要不要延續 那現在的結果是呢 他制定了一個新的美台交往的準則 那這個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原來是負面表列 你不能做這個 你不能做這個 而且越加越多 負面表列的東西越加越多 那現在呢 是把負面表列的這個限制給拿掉了以後 制定一個正面表列的準則嘛 那我想大家都知道 原則上是負面表列的是越 負面表列比正面表列好 可是你那個負面表列 所以如果太多的話 多到一個程度就不好啦 所以看起來正面表列比較不好 可是他現在正面表列的東西是很多的 你可以做這個 可以做這個 可以做這個 基本上都可以做 表面上我用一個正面表列的方式來規範 實際上 基本上只要不涉及到主權的 只要不違反美國的現行的一中政策 其他所有的事情 基本上都在這個正面表列可以做的範圍之內 所以您剛剛提到說 美台現在的交往的 我剛剛講這個級別 跟這個緊密的關係 其實坦白講 是史上未有 是1979年以來的新高 這個現象在川普的最後一年已經這樣子了 可是目前看起來 在拜登上海的接近百日 還是持續這樣的基調 和這樣的速避再往前推進 可是他既然美國希望跟中國大陸是既競爭又合作 那看起來他對於台灣這個友台的這些相關的政策 其實不斷的挑動大陸的敏感神經 我們敦促美方認清形勢 切實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 不要在台灣問題上玩火 解放軍的軍事演訓行動 他釋放的信號就是 我們遏制台獨 遏制台美勾連 不是光用嘴說的 我看在他4月14號的前後 就是這個好友團來台灣的時候 中國大陸從外交部到國台辦不斷的開記者會 而且是重砲 這樣不會讓美中之間其實更緊繃 美方應充分認清台灣問題的高度敏感性 切實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 在台灣問題上謹言盛行 不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任何錯誤信號 以免嚴重損害台海和平穩定 和中美在重要領域的協調合作 其實是這樣子 就是說 陶德一行人來台灣 在4月14號來台灣 其實這個動作 已經放得非常清楚的政治訊息 就是台灣跟美國的關係更行緊密 但是呢 這個是非職務性的 總統的親信的私人委託的 這樣的一個性質 所以他沒有違反到美國跟中國兩個大國 過去以來所做任何的外交的基礎 沒有改變 所以當然 就北京一定不高興 可是不高興的同時 抗議的同時 其實也很難做更進一步的動作 當然會釋放出一些政治訊息 跟軍事訊息表達不滿意 可是呢 因為美方非常精細的在處理這個事情 我剛剛講了 完全沒有違反現行美方之前所承諾的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一中政策 台灣關係法 三公報 六項保證 這個完全沒有改變 所以並不是在一個改變 現有的政治基礎的前提之下 去做這個突破 而是在現有的框架之下 用總統私人特使的關係 完全沒有職務的到台灣 所以我想中方也很難在這個事件上面 做太大的抗議 當然心裡會不高興 可是也很難做什麼實質 更進一步的抗議的動作 因為我看最近的這個共濟 就是擾台的情況 就是頻率非常非常的高 然後再加上我記得那個 慕尼黑安全會議 還有美國的將領其實都說 台海是就是目前全世界最危險 也是危機最高的地方 那這樣的做法 會不會讓台灣 其實處在一個兩難的處境 我們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 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 針對的是外部勢力干涉 和極少數台獨分裂分子 應該是這樣講就是說共軍繼續繞臺 這個次數進入 我們的西南防空識別區 這個是越來越次數越多 沒有錯 但是這個因素很多了 就是說 我剛剛講政治訊息 跟軍事訊號的夾雜 這是第一個 那麼第二個就是說南海 我們剛剛講就是說 南海其實這個議題會越來越大 事實上現在不止了 我們現在看這個黑海 就是說這個最近烏克蘭的事情 其實越來越嚴峻 關於軍事兵衛的行動 包括飛行船進去黑海 這件事經常 現在這件事是特別的 勢力 這件事是相關於激烈的 這件事是激烈的 這件事是發生的 這件事是發生的 什麽會做的 這件事是很簡單的 我們住在那裡 這件事是我們的國家 勢力完全支持 Ukraine's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we call on Russia to de-escalate immediately stop its pattern of aggressive provocations and respect its international commitments 那麽黑海現在也重兵集結 東海、南海 那當然台海其實是東海和南海之間 非常重要的一個渠道 那麼接下來 南海的情勢已經不止是美中兩國而已了 那麼法國、德國、英國 基本上都在發展印太戰略 都在認為說 印太、亞太是歐盟的國家的核心利益 所以這個時候 中方的軍機在 西南防空識別區進進出出 有一個部分當然是針對台灣 但是另外很大的一個部分 也是針對美國及其他的盟國 在南海的相關的這個行動 那麼包括我們之前講的 這個美國的羅斯福號 那麼包括這個美日印澳 和法國的五國在南海的聯合軍演 我想這個都息息相關 所以說我們的看這個事情 比較用一個比較持平的方向看 就是說這個如果限出在軍事訊號 對我們步步進逼 當然對台灣的生存和安全 造成重大的威脅 那我們本來就要實施提高警覺 非常小心 但是這個是不是直接的針對台灣 或者是直接的針對某一個具體的事件 譬如說陶德在4月14號訪台呢 我覺得也未必 因為很多的國際間在南海之間的牽動 它是彼此聯動息息相關的 這個我們還要繼續去密切觀察 但是目前我們的做法當然就是說 不去挑釁不去改變現狀 去持營保態維持一個軍事均衡的一個態勢以後呢 那麼看國際事態的發展 現在處理這些事情的基調當然是如此 當然我們的國防部也嚴正的聲明 空軍也隨時戒備 所以現在的狀況都是在這樣的一個方式之下 在處理也沒有特別更大的改變 可是這樣看起來的話 我們算是被動的就是來回應這些大國對我們的支持嗎 可是這樣看起來我們的所扮演的角色 似乎跟對岸要在就是關係上和緩是很困難 其實現在的方向上面就是說 我們也期待跟中國大陸有一個有意義的對話 那麼其實小英總統也提了嘛 就是說在疫情過後兩岸能夠做正常的交流 那也希望那麼能夠在不預設前提沒有框架的情況之下呢 進行一個有意義的經過授權的一個對話 我想這個講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那所以你說完全操之在別人 我想也不見得 但是就是說現在的態勢 國際的局勢 本來就是有一部分操之在我 有一部分連動著牽動著國際局勢的變化 我想這個本來就是如此啦 那但是就是說我們現在的做法上 也沒有什麼挑釁或改變現在的維持現狀的情形 那當然跟美國關係的持續強化 這個是整體的國際局勢的發展自然演繹的結果 我想既不是棋子 也不是特別去隨負責或者是依附著哪一個整個對抗的局勢 我想這個是非常非常自然演繹的結果 我倒是認為說這個跟兩岸關係上 或跟北京是不是能夠繼續有機會穿暖化開 或者有機會維持一個有意義的不設前提不設框架的對談 我想這兩件事情未必有這麼高的連動關係 因為兩岸的關係本來就是兩岸分別的政權的責任 要處理好要維持好兩岸的和平跟兩岸的穩定 那中美之間的對抗 台灣跟美國之間的關係 其實未必見得在這幾條線裡面有這麼高的連動性 我想兩岸關係本來當雙方都有責任 要把它經營好 因為像中國大陸他一直會認為我們跟美國這麼的親近 然後我們不斷地去買武器 這感覺就是一個比較強烈的訊號 我說從中國大陸的角度來解讀 所以在這樣子他完全 他會覺得他沒有台階下的情況之下 也其實很難釋放出一些善意 我們的軍購這個是加強自我防衛 向來都是防衛的性質 那麼美國對台灣的軍售也是依據美國的台灣關係法 這是美國國內的法律 其實這個是有限制的 這個限制基本上就是簡單講就是防衛 就是加強自我防衛 那當然因為現在兩岸的情勢不只是政治的關係 軍事也有對峙嘛 所以這個軍事的對峙 台灣本來就要加強自我的防衛 才能夠維持一定程度的軍事的克服力量 所以我想這個毋庸置疑 但是呢 這樣子會不會改變或牽動兩岸之間的政治關係呢 不一定 就是說我很難去想像或理解北京因為台灣加強對美國的軍購 而認為說這是一種挑釁 我覺得這個實際上台灣是在防衛自己去嚇阻來自北京的軍事的威脅 從而能夠維持一個穩定的和平的 希望維持一個和平的 不要戰爭的一個很好的一個政治關係 所以我想這兩個之間沒有直接的互斥啦 我想這個北京也理解啦 那只是說台美關係我剛剛講 台美關係的越來越深化越來越強化 而且我講這個是準官方關係 但是這是非官方關係 這是不涉及主權的關係 這些深化的關係上面 當然觸動北京的敏感神經 可是會不會因此就直接說啊你選邊站 用北京的話術來講這個叫做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那這樣的論述的方式 尤其是後半段 在台灣會很多很多的人 會有很多不同的解讀和不同的意見 這個重要的政治命題要處理 其實非常非常的困難 也非常非常的尖銳 所以大家要互相去理解 就台灣的非常廣大的民意上面 就是中華民國台灣已經是一個在台灣的最大公約數 這個最大公約數任何一個政權 在台灣這個民主政體要去撼動 都非常非常的困難 事實上是不可能 以現在的局勢不可能 所以在這個政治基礎之上 讓兩岸怎麼樣的維持一個互動 能夠增加雙方的認知跟理解 能夠維持一個良善的關係 我想這個的理解是非常重要 而且也需要很大很大的政治智慧 所以我們現在卡在的關鍵就是理解嘛 對不對 就是因為中國大附他們的 可能他們的思考模式 跟我們的思考模式 其實站的利基點是不一樣的 沒有錯啊 就是說這個事情其實雙方如果站在對方的角度去理解 有很多的事情是完全不同的 有很多事情是幾乎沒有辦法去雙方能夠同意的 但是也有一些部分雙方如果抱著同理心 讓時間緩和慢慢慢慢的增加雙方的理解 我想這個還是有機會的 起碼是避免戰爭 維持和平 維持有限度的官方的關係 和良善的人民之間的往來跟互動 我覺得這個這樣的一個理解其實是對兩岸都有利的啦 好有益的 那當然 就說 北京和中國大陸能不能夠去理解這個事情 或者理解之後能不能夠去接受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嚴峻的課題 但是我們也希望北京當局能夠認知到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事情其實牽動到台灣的2300萬人的這個生存跟發展 其實某一個程度上對中國來說也是如此 就是說中國的所作所為 全世界都在高度的這個觀察跟檢視 我認為這個接下來 怎麼去思考怎麼去思索這個未來我覺得非常重要 我覺得像這樣子兩南也會就是應驗在台灣的一些企業上面 像台積電 現在大家都知道它的晶片非常的重要 可是最近有一個非常大的新聞 就是說它的晶片的製造 這些機械的製程 然後到後來後端由這個世新KY 然後跟就是算是大陸這邊的飛騰 然後做一些交易 所以美國一直認為說台積電的晶片 藉由這樣的方式流到大陸 然後去幫助他們發展這個超音速飛彈 就是極音速飛彈 未來有可能來攻擊美國的航空母艦 所以美國就新增了7家的這個黑名單 就是列入完全禁止的一個狀態 那以台積電的角色 我變成是美國我名定列了 我就得配合 所以對於台積電而言 他其實他也不想要得罪兩大強國 可是他現在的角色就變成是 美國竟然下了這樣的手 我就必須要 那現在美國有這樣的新的規定 列入實體清單 那因為台美之間的技術合作很密切 我們的廠商也都會密切去瞭解 美國相關規定的細節 會符合美國的規定的這樣的要求 這個問題是這樣 這個事情其實一直都是如此 我講一直就是說 在川普上任之前 美中關係高度緊張高度對抗之前 就已經是如此了 怎麼樣呢就是說 所謂的高科技的出口管制 本來就有些限制 當然美國的高科技出口管制 其實台灣也有高科技出口管制的限制 是越來越嚴格沒有錯 但是本來的限制的那個基底就是說 有一些東西如果是軍民兩用 什麼意思呢 有些東西可以生產供給給民間 但是它可以很容易的去轉為軍事用途的話 這個就會被列在瓦森納公約的 軍民兩用清單裡面 只要落入這個地方 就會落入美國的出口管制的範疇裡面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要去申請許可才能夠出口 好 但是在過去幾年來 美國的商務部制定的實體清單 所以它把人或者這個企業實體都列進去 然後再把產品也列進去 換句話說你符合了這些 落在這個裡面的時候呢 你不是不能出口 你要申請許可 但是許可的時候它告訴你說 我先推定我不會允許你出口出口嘛 所以這個是一個實質上的一個 出口管制的限制和甚至是禁止 好 那我們講到台積電這個事情 坦白講對世新的抗辯是說 他說我不知道 因為當台灣 因為台灣也有這個規定啊 你要台灣申請出口許可的時候 你必須要去申報說最終使用人是誰 那他說我不知道最終的使用人變成中國的軍方的使用 那如果知道的話 這根本不能申請 或申請根本不會許可 現在就已經是這樣子了 那當然台積電也不能出貨 可是現在知道了 它可能完全 它就完全不符合台灣的出口管制的規定 它根本不能出口 美國又同步了列進去實體清單 自台清單的名單裡面 所以這兩方加起來之後 台積電本來就不能做 事實上我的意思是說 就算沒有列入實體清單名單 這個事情如果世新知道 最後要到軍方 不只是中國大陸的軍方 任何的軍方 他本來就要跟台灣申請出口管制的許可 而且這個也會被拒絕嘛 所以你說台積電有沒有兩難 我覺得這不是兩難的問題 因為現在的國際的地緣政治跟地緣經濟的局勢的脈動裡面 這些企業所面臨的各國的法規遵循 跟整個的法規政策所引導的一些變化跟影響 本來就越來越高 那台積電在過去受到了一些限制 可是這些限制本來也是在美國及台灣的法規的範疇之內 所附加的限制 我不認為說企業有所謂的選邊站的問題 或一定要站在哪一邊的問題 我想這個問題當然會對企業造成很多的影響跟限制 比如說你剛剛提的世新這個事情 可是坦白講以現在的局面來講 本來也就是如此 所以企業之間本來就要去更增加自己對於各個國家的政策 還有法規還有各項限制的了解 才不會去觸犯到或才不會去影響到本來企業的生存發展 可是像如果台積電他說要去大陸設廠 我想他應該也會在美國壓力的選擇下 他在南京本來就有個廠 可是他那個算是很低端的晶片 所以他高端的部分完全是沒有放在中國大陸 不對啦當初就是兩個製程以下了 但是現在當然這製程又繼續往上的話 當然就有一定程度的落差 那當然台積電到美國設廠 這個大概是 這劉德英你也講了說是史上最大的投資 就是說對美國來講最大的外人投資進來 這個當然會帶動一整個的 這個台積電的半導體的供應鏈 我們一起去 這個當然是如此 但是就是說從西方國家芯片的分散風險的角度 也勢必是如此 他必須會對於包括台積電在內 而事實上可能不只台積電 那個三星啊 當然英特爾是在美國 當然就是說的這個招商 希望到美國去做生產製造 這個從川普時代就如此了 那現在拜登的三兆美元的財政擴張計畫裡面 也有很大的一個部分 在半導體和相關的這個領域嘛 所以這個的預算的分配一旦下來 一旦執行的時候 那當然有一些稅務的優惠啊 或其他的東西 那麼台灣的相關的產業在考慮 或最後到美國或其他的國家去設廠 我覺得這個趨勢啊 這個走勢看起來啊 已經如此了 那麼我不能說絕對不可逆 但是這個方向是非常清楚明確的 就是不管是他擔心在 就是資訊的一些外交部分 或者是說 我覺得他可能在中美之間呢 還是有一些考量 當然當然 對 那像因為不管是從2月就是拜登有出來簽了一個行政命令 就是認為說半導體的部分 他們可能要加速在美國上面相關產業的整合 然後隔天AIT就找了我們一些半導體的業者開會 然後到4月12號又開了一個白宮的線上峰會 可以看到這些台積電都參加 所以代表台積電目前在世界 它其實是獨一無二難以取代的這樣子的趨勢嘛 所以那它目前這麼重要的情況之下 我們台灣是不是可以因為佔有這樣的優勢 然後藉此來凸顯台灣的一些國際地位的重要性 我覺得台灣跟台積電畫上等號 或者說台積電在一定的時空裡面 在國際上甚至大於台灣 這件事情對台灣是一個機遇 那是也會是一個挑戰 而這個話怎麼說呢 就是說台積電作為護國神山對台灣無比重要 那麼它的這個公司的市值裡面有70%以上是外資持有 它在整個半導體的市占率 那麼超過五成比進六成 所以這個其實已經是一個全世界的台積電 而不是台灣的台積電 好 那麼接下去當然世界的台積電 就會考慮到世界各個不同的角度 因為各個不同的主要國家都會吸引台積電 以分散風險 好 我想這個無庸置疑我們剛剛講過了 但是從台灣的角度呢 是不是能夠借助著台積電現在這樣的所謂的護國神山或世界的台積電這樣的地位 能夠在這個過程中跟包括美國的世界主要的國家 能夠彈出一個對台灣最有利的一個戰略的地位 那我講的這個不是政治軍事的 我講的這個是科技經濟的 那麼包括說哪一些產業鏈怎麼過去 那在這個裡面創造什麼機會 我們講的就是說這個拜登的三兆美元的財政擴張計畫 當然現在還在國會 剛送過去 還會有一些變數或修正 我們很準備好去決定 對方的基礎建設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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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個將來在執行的時候 各個產業包括說 以電動車為主的綠能 包括基礎建設 包括整個的電網的建設 包括整個的電網的建設 那當然包括製造 還有半導體 還有其他的 以這個已經超越了傳統上的 民主黨的財政擴張的公路道路橋樑 機場的修建的已經超過了 當然有包括 但是也包括了教育 也包括了科技 也包括了研發 這些領域裡面 如果我們能夠有一個機會 做很好的盤點 哪些是對台灣有可能幫助特定的產業 好特定台灣有優勢的業者 在這個裡面去尋求一個 美國史上最大幅度的 因為財政擴張而導致整體的 經濟的科技的國力實力的上升 在這個裡面有沒有機會 那麼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台灣政府跟民間 產業界跟政策制定者 攜手合作 利用現在台美關係非常好的時刻 的最佳機會 那我認為這個機會 我們要好好把握 那像理事長來看 我們有哪幾個產業 其實是比較有 有這樣子的未來 綠能電動車 這個基礎設施 這個工程營造 我覺得這些都是嘛 那當然半導體 半導體的產業鏈 其實它的鏈很深 我就講 不只是台積電嘛 不只是台積電 也不是只有聯發科嘛 也不是只有IC設計 它的那個鏈的價接其實是很深的 那在這些不同方方面面的這些領域裡面 哪些是我們有優勢的 哪些是有一些機會但是優勢不足 所以我們可能還要再補足 或者是要組合一些能夠增加我們的商業價值跟利益跟機會的 這個坦白講 政府的責任則無旁貸 本來就要幫助產業去處理這些事情 產業也要抓住這個機會 跟包括台灣政府 其實不只是台灣的政府 美國政府也是如此 還有政府與政府的互動 產業與政府的互動 這是多對多的關係 能不能夠在這個重要的關鍵十點 去抓住這樣的機會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 就是說過去坦白講 台灣在之前沒有這樣的機會 台灣跟美國的貿易關係 商業關係上主要還是貿易 貿易 那或者是做供應鏈的一環 那作為一個投資者 或作為一個到美國去投資的這樣的一個角色 這個對台灣來講相對 當然有啦 絕對有 但是相對來講沒有那麼大的規模 沒有那麼的全面性 我認為這個創造了一個過去很長一段時間 我不敢說從來沒有過 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發生的一個巨大的商業機會 我認為這個產業界要好好把握 林先生不過也有人說 就是美國希望台積電去美國設廠 是想要就是 因為他覺得台海的情勢可能比較危急 所以希望把這個風險能夠降低 然後讓台積電也能夠在美國這邊製造生產 那另外一方面也有人說 那如果這樣的事情開始不斷的發生的時候 會造成台灣在高科技 人才有嚴重外流的情況 我們的確會有一些人才 以中強旗來看 人才外流的一些顧慮跟隱憂啦 美國當然就是說 我覺得這個因素很多 絕對不會是單一因素說 這個台海兵凶戰危 台積電放在台灣好危險 我覺得絕對不是只有這麼一個單一的理由 有沒有一個潛在的顧慮呢 我不敢說沒有 但是主要那個基調還是 你記得川普在當總統的時候 美國說讓美國強大 現在拜登總統不這樣說了 但是他的強勢地位的角色是一樣的意思 意思是說 只有美國在一個經濟跟科技的實力 變成一個在全球持續保持領先地位 我們才有資格才有能力 去跟世界各個的國家去談 各項的合作競爭和可能的對抗關係嘛 所以他基本上用這樣的基調就是說 那我的製造業要回流 我重要的關鍵基礎科技要落在我美國 所以這個大概也不只是只有 顧慮地緣政治上的風險而已 那您剛剛講的說 這個對台灣的人才的流失 我覺得這個的確確是如此 所以說現在開始就要做超前部署的長期規劃 怎麼樣去補足因為人才潛在在中長期流失 所造成台灣的特別是科技產業的 競爭力或整個競爭態勢的變化 我覺得這個都要做一個非常長遠的思考跟規劃 坦白講也不見得如此 因為我剛剛講台積電作為台灣的台積電 已經變成世界的台積電了 可是台灣也可以變成世界的台灣 台灣也可以變成一個吸納全世界人才的一個地方 所以意思是說台灣人可以在台灣以外的地方工作 全世界各國的人才也可以來台灣工作 所以這個需要一個長遠的一個人才的規劃 整個的戰略規劃 甚至包括移民政策的規劃 我覺得這個台灣的整個的科技產業政策 連動到人才移民整個的佈局 利用這一次的機會 都有可能超前部署 做一個中長期的一個長遠的規劃 我覺得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我看4月12號那個半導體線上的峰會 其實他找了台積電去 可是我看他找了三大美國的汽車廠 就是福特通用這些 可是他們要的不是低端的晶片嗎 可是台積電的製程是高端的 我覺得你問這三大汽車廠的老闆 他一定不會承認說 我要是低端的晶片就好啦 所以說 就是說確保 包括台積電 或是英特爾或三星 這樣的領先製程的 音源廠的產能 這件事情對他們來講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因為這個跟美國的整個的 綠能的電動車的 產業政策的發展是息息相關 那所以這個事情 您剛剛提的一點都沒錯 半導體的論壇裡面 找到電動車廠 這什麼意思 找到三大車廠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美國政府接下來 去制定執行的計畫 以及三大汽車廠 要開始往電動車移動的這個方面 需要很強大的 半導體產業鏈的支持 那台積電當然就放在最前面 我想他不會跟你說 我這個低階製程 我這個很小的晶片 我不要用到台積電 這個 這個絕對不是這樣子發生的 就是說 以色納車廠 絕對是說 我希望用到台積電 接下來在亞利桑納的產能 這個產能有多少等等 我想這個要繼續談 當然 你說4月的這個 拜登主持的這個 半導體的這個論壇裡面 大概不會談 不會談這個 但是這個很有趣的畫面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到 那拜登手上拿了一大個晶片 我覺得他可能是第一次看到 原來這個半導體晶片 是長這個樣子的 那過去 各位曉得在幾年前 其實也沒有多久 大概在五六年前 你如果在華府 或在 紐約當然不一樣 你如果譬如說在華府 這樣的一個政策政治的中心 跟人家談說半導體 很少人聽得懂那是什麼東西 那個半導體的那個晶片 英文叫做chip semiconductor chip 你跟人家講chip 他一定以為是那個 臨時洋芋片的那個chip 所以但是到現在 我們現在不是在講 矽谷或紐約 我想華府這些搞政策政治的人 你現在無人不知 無人不曉 你如果跟他講半導體產業鏈 半導體晶片 每個人都可以跟你講上兩句 這個已經變成顯學 而且這個已經變成 你必須要知道 你必須要很夠深入的 那坦白講 這個在五年前不是這樣子 所以它是一個迅速的 在一個認知感度上面的一個題目 迅速的拉高到最高的位階 所以這個拜登總統 拿這個芯片舉在這邊開會主持會 這個是有重大重大的意義的 這個在幾年之內 迅速拉升 美國人終於理解到說 半導體產業的發展 是所有接下去它要做的事情裡面 一個不可或缺的一環 那這個領域裡面 美國要重兵部署 那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台積電 台灣在現階段這個過程中 就無比的重要 全球政經中報2月中榜登場 知名經濟學家 劉美學者 國內智庫專家 對您聚焦全球大事 這一次跟避險經濟對作 所以讓他們大陪 關注美中台關係 大陸的軍事力量 要開始突破美國的封守 地方或是民眾不同意 美豬或萊豬的進口 其實是增加政府的談判同盟 掌握世界整理經濟趨勢 我比較擔心的是 大陸跟美國他們所採取的兩個政策 就先要處理日本核實的問題 對不對 你核實不處理的話 日本絕對不會同意要跟我們談 美中六日晚上六點正式上線